嘿,大家好,我这里是Shenix 下面要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的XCon Anime Unknown的游戏视频 我记得上一期我们是在游戏结尾是击落了一架UFO 然后我们是准备正好是要去那里去它这个坠机的地点 但是在这之前呢,我是突然想起来在这个之前 由于是我们为了捕获这个外星人 所以导致也是导致我们多名的这个士兵受伤啊 这个像XX也是我们是一个主力的队员 他是受伤,然后两个人恢复 这样的话这一期我估计只能是带上我们这些就是一些新兵吧 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任务就会比较危险 所以我是考虑了一下 考虑到这个新兵他们这个精准度比较低 所以是打算再造一个这个scope 就是来增加一下他们的这个命中率 然后这样我们是继续进入这个UFO的Crash Set 然后我们去把我们这个 把我们的士兵送进去 然后现在这我们先整理一下这个我们的任务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support support的话那你是给你把这个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医疗包给他带上support 然后像看来这是一个新兵 这一个新兵还是Rookie 嗯 这样子的话我们看我们有两名heavy 然后support 那这样的话我们因为上次我是相当于是这个 这个卡拉还可以分开用 这个有一个这相当于是清闲的这个极度激光枪 就是叫什么等离子枪 这个可能是我们还没有这个相当于科技吧 可能是能够使用 但是我们把这个激光的这个来副枪 就是给 etmek着技能够裁激光枪 就是给这个bus上了 有一些裁了 然后应该是一个新兵和这个heavy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把这个新造建立X Durch entrue 把scope给新兵吧 好,这样是我们havy的话 havy看能不能给他有一个up slower 给他带上吧 这个任务就不带手榴弹 毕竟手榴弹是会摧毁外星人的武器碎片 导致我们以后研究起来没有碎片来研究 所以还是先尽量少用爆炸物 而且我们是有两名havy 所以这个是可以比较 爆炸物也很多 因为havy本身是自带火灯炮 这样我们是开始任务 然后我们是降落在森林里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地图的边界 这个地图看来是往右方延伸了很多 这个地图看来还是很大的样子 好,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看来这个地图是一个 我们降落在应该是这个地图的 应该这个叫西南方 然后我们可能要往东北方向前进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选择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西兵 我们还是先把它往前移动一下 看有没有发现的敌人 诶,没有 没有的话,看这个有一个圈底 我们就移动到这里 诶好,这样的话是没有发现别人 这样子我感觉我可以把我们其他部队 就是比较放心的移动到这个 像这个这个位置 嗯,这样我们应该是把其他剩余的部队 全部移动到这个,感觉就是这个 这名西兵的身后吧 这样应该会就是能确保不会是就是意外引到敌人 除非是出现一些地外形状态 感觉应该是不会 嗯,然后你可以跑到这棵树后呗 好,那这样我们是第一轮延结束 然后就是外形状的回复 看来还是没有一些,刚才是没有听到动名 然后这样我们接着是移动吧 这个support,support的最爱好在于吧 现在还是先移动新兵 嗯,看一下这边,由于是地图的边界 那这样我们是往这个北方 稍微是走一点 这边有一个这个圆形状态 哎,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嗯,没有动静的话 看这边又是这个一个相对类似墙角的方法 先移到这个后边,还是没有问题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support 你可以,哦,走到这边 然后我就先不移动你了 因为我是怕这个,一会我移动别人的时候 可能是一代引到,引到敌人 这样我们可以是留着support 就是在这个积极情况下 可以跟烟雾弹来保护我们的队 看来还是没有敌人啊 但是这样子的话 感觉我们这回合结束的时候 首先把我的士兵全部移动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掩体的后边 基本上是先一条线嘛 然后最后我们的狙击手 狙击手的话 嗯 可以站在 可能你可以站在这里 这样是没有人 这样我们support了 最后一个位置 最后我们回合结束 然后,诶,这边是从我们部队的西方啊 是听到了一些外星人的动物 嗯 要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 看一下我们的 这名,这个,这名这个havi 我们往这边 往这边 往这边走一下 没有,没有敌人 但是我是看见了 这个原来外星的飞船在这边 这张图好奇怪 因为就是你看 东北方有很大的一片空地 但是这个外星人的飞船 却是 就是相当于是坠机在了这个 地图的一个西方 嗯 要是这样子的话 我感觉就是可以 我们直接是移动 这个士兵先去这个飞船上吧 因为飞船内可以是就是 在一天小时的 把它转回这个之前的状况 因为是 诶 这个为什么要跑步呢 从来就是这样 这个 这个视角最好 我还是喜欢就是保持一个这个 这个 相当于说不变的视角 因为有时候这个 专动视角后会这个 自己会乱掉 就是可能是有点有点路痴似的吧 嗯 这样的话感觉这边有几些这个高地啊 这样把我们部队的陆续移动到高地上 看看能不能这个 可能还是没有没有敌人 那这样子的话 嗯 这是凯阳吧 这是我们的凯阳吧 凯阳吧 他 我打算把它移动到一个比较比较靠前的位置 这样假如这个 他能不能选择从下面走 这个 啊 无所谓了 然后这样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 蛋蛋这个放到一个 看这边是高地 所以这个狙一手是在高地上是很比优势的 因为他有一个这个技能 这个这个技能 这个这个技能就是这个 看一下啊 嗯 这个 他是在高地的话 打这个比他低的敌人是有十点的这个精准 就是瞄准和这个防御的一个加成 所以是以上不错 嗯 这样我们看这个 他这个扮演底 但是其实无所谓了 因为这个 狙一手他是 应该是一会我们是准备在这个超远距离 对敌人进行狙击 所以这个就是原体应该是不是太大的事儿 那这样我们是结束这轮 看一下敌人是 依然是没有 就是敌人是没有主动出来来找我们 这样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老样的事一点有其理 嗯 看看先先动这一名这个 其实他我看到他的火箭炮 他的火箭火箭炮由于是那个 他后面是一面这个墙高地啊 所以是肯定是直线打出去 这样的话把你往这个高地移动吧 嗯 还是保守一点 没有敌人 嗯 这样子的话 现在我是不知道 嗯 这边有可能有敌人 或者是这边有可能有敌人 然后这边是由于这个门是 这个门其实是应该是关着的 所以我这个 我来往这上面移 这样没有敌人 没有敌人的话 我们可以是我们的狙击手 狙击手这回合一动到一个比较这个靠前的位置 像这个树 能不能树后吧 还是这里吧 好 这样我们下回合 这回说是把这个我们所有的部队啊 是往这个尽量这个前线的地方移动 然后下回合进 因为我是打算是冲到这个这个门那儿 然后准备就是一块突突入 这是我们的新兵 新兵的话 你可以往跑到 你可以跑这个树后 然后还剩下我们凯阳吧 凯阳吧 诶 这个是好奇怪啊 为什么会在我们这个部队的后方 不过好在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 大家都是没有没有视野 因为是我们是在高地 然后我们看这边这个 这几块石头应该是可以把敌人的视野完全挡住 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放心的把我们的这个部队移到这里 然后看看有没有视野 还是没有视野 但是这个由于是我们最后 我们这个这个回合行动完以后 敌人是马上移动啊 我是怕这个敌人是绕到我们的这个侧方来攻击 所以我们就直接是用一个这个 support的这个烟雾守卫 看应该是 这应该是都可以把我们给照到 这样直接是往我们这个大部队军阵的这个烟雾守卫 这样的话我们下一回合这个外星人回合应该是安全的 这是出现一个 然后他是打我们这个敌手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烟雾守卫里 所以还是比较安全的 诶 这样子的话 它是比较敌人行动回合结束 那这样的话 这个后面有还有一个敌人 它尤其是没有出现 所以我就 嗯 我是感觉它应该是进入这个overwatch的 嗯 这个可能性还是很相当高的 我觉得 嗯 嗯 然后一看这边是一个这个圈 诶 这个居然是直接看到两个敌人 这一名敌人的话 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是进不进入overwatch 这个看样子这个距离应该是可以出发 但他没有这个触发这个overwatch的打击的话 那应该是没有 这样我们就利用军队手 把这个远处藏在术后的地步干掉 嗯 看看我们这边还有没有 这应该是一个全联体 也好的 这样把我们这个第二名这个开给移动到这个全联体上 然后还有应该是有一个新兵吧 这个新兵的话 没有应该是没有全联体可以利用了 这有一个 但是 这个感觉是比较比较危险 那这样我们先是利用这个 我们现在两名这个在前身的having 嗯 60% 60% 然后呢 是47% 47% 这个概率都一样 这样的话 我是 我是 其实我是考虑打这个 远处的这个 远处的这个敌人 因为这个远处的敌人看样子 可能不是 远处的敌人 我以为是他刚才是在用树当作岩体 假如要是用树当作岩体 我们可以选择先用一名路友攻击把那个树破坏掉 然后 但是我看他应该是拿石头做岩体 所以是这个就无所谓了 还是打这个进度的敌人吧 我看这个 这应该是杀死了 好的 这样的话还剩下一个人 我们是有两十分可以动 但是有一个新兵 这个新兵的话 可能会 由于是新兵命中率应该会比较比较差吧 就这样子的话 而且他还是 看不到敌人 这只能是新的overwatch 然后我们的support support的话 这边应该也是看不到敌人的 因为刚才是 刚才是谁 谁站在这里 刚才是有人站在这里 对 这果然是看不到 看到的话 诶 这有一个这个全岩体 那么直接是跑圈 这样的话 这个应该只剩下他的一个一个人 诶 这个是 好 这应该是 是别处的这个敌人 可能是从 应该是我们背 背面吧 是新的敌人出现 刚才也是触发了一个这个overwatch 然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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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 benz beingischer 这是 subisseur 这边的掩体是什么 Đi 这边的掩体还是选择性vic 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的凯央�ffiti 凯央 jest比较遗憾 这边是需要跑步 没有其他的全掩体可以利用 那凯阳带的话,这局我可以选择让他逃步到一个地方 然后这样我们support运动到这棵树干的后面 这是一个全员体 但是是没有视野啊,这也比较奇怪了 不会无所谓,然后证明这是Havy Havy他,我看他有这个,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的 这个Arc slower,那我是选择让他 我跑到这里来吧 不知道这个应该不会触发内部别人 因为这个是,这面墙是没有视野的 这样的话我们还剩下这个,两个人可以动 凯阳带,凯阳带由于刚才说的他没有前进的路线 就是没有这个可以安全的开火地点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应该是打不到,感觉是太远了 这样绝对把他赢到这个10的后面 然后这是我们新兵藏到这个10的后面 然后再对这个M50G 看他能打死,还好打死 这样的话这个内部应该是,你进的Overwatch 内部应该是还剩下,刚才是应该是引到两个点吧 就是他是出来了 这样一个reaction shot,看看是miss掉 这个也无所谓,这个感觉打中应该是会被秒 万一这个激光条 那现在最好的状况呢,就是这个 可以有我们一个士兵是把他打到生一滴血吧 然后比较,可以就是让我们这个 诶,这个 现在这个内部啊,由于是比较,比较空啊 我们也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成状 这样我们直接是让这个我们凯阳吧 凯阳吧,你可以跑到,嗯,感觉你可以跑到这里 然后这是我们新兵 新兵的话,先用狙击手吧 狙击手呢,站在,呃,这虽然是一个扮演体 那算了,还是站在前援体后边吧 因为这个移动后,狙击手就没喝停狙击了 所以让他几乎是刚才一个这个冲刺,没有,没有关系 嗯,然后我们support,这边是一个全体 虽然这个,这个墙看起来比较,比较危险啊 就是很很薄的一块墙 但是无所谓的,直接你进入这里 然后,最后再让你overworld是吧 怕是大约会出现什么这个意外情况 我们新兵,往车边走一下,没有情况 哎,这个,这圈是差一个 我是想让他跑了这个,再多跑一个啊 但是,没有跑到,就是无所谓了,你直接,嗯 嗯,我们就站在门前吧 感觉应该是,然后我们这个,刚才是 这名heavy是,你站到这边 哎,好,现在是,应该是,回合应该是结束 但是没有,没有是意外,没有引到意外的敌人 嗯,这样我们是,在这儿呢,直接是进行上弹 准备是,为下一个回合就准备,他能够的敌人 哎,他,看来这个,这能够应该是,直接移动了两回合啊 这样的话,他是不会进了,我们调的事了吧 这个,他应该是跑到了,嗯,应该是这里吧 嗯,这样他是,我可以保证他是没有orewash 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打开,这个里边应该会直接激活一个这个,这个,Outsider 嗯,然后这里我们这个,Dr. Shen,他,他说是这个,这个,绿棒吧 他这边是一个,就是,类似于这个飞船的能量吧 然后很,就是很,怎么说的 就是容易,属于毅然易暴平,这个,让我们小心 嗯,不过这有无所谓 现在看还有这个,这名Outsider啊,看应该是离我们这个,离我们这名Heavy很近 感觉是可以直接是,考虑去捕获他 那这样的话,我们,嗯,这个,有手枪的人应该是,只是你吧 就是这名新巾,但是,然后新巾里面是没有,哎,这边 这边,这边是,这是,这个图标是,应该是我们会把这个双方给浮浪 嗯,我先考虑一下吧,这个,因为我是怕这个,把它这个,哎,70% 那这个,居然是,我们狙击手很幸远,可以打到远处这名外星人 那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是先打这个远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Sector 假如能把它打掉的话,哎,太棒了,好,打掉了 这样打掉了他以后,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应该是,还剩四个人可以动 这四个人是,只需要对付一名,这个Outsider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是,就是移动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直接是靠前 然后用手枪再近距离进行这个,这个,这个,直接,哎,好的,直接是两击伤害 这样的话,应该是,感觉是可以补过了,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哎,我们把你移动到,这里吧 就有一个掩体,哎,好的,然后直接使用这个Outsider 90% 他们这个,哎,好的,我们把Outsider的重新补过,好,这个任务已经直接是完成了 看着这一回这个任务,虽然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主力士兵都是,没有太像正常啊 但是,看着只有这五个敌人也是比较容易的任务,把这个动画切掉 是那些都是我们在拖捕的诊息吗 是的,我相信我们可能有找到这些奇迹的诊息,当我们在第一次遇到的诊息 什么是,医生呢 我们不完全确定 它是在自然的自然的,仍然是很高的 而且,它似乎在一个特别的核心的组织 这个动画码是说,看现在这个,这个,这个,这大冰箱的一个类型水晶一个买 就是刚才我们是谷过的这个Outsider 然后,他们现在等于是要进行这个,去对这个Outsider研究 然后,他们是准备这个组织 就是,另一个结果吧,是,对于,就是,外星人 我看,应该是要去研究这个水晶 看一下吧,这个动画结束之后 这样是,我们现在是先进行升级吧 这个,我们的凯阳霸是6升级了 直接升级成Captain 那这样的话,它是这个新的技能 嗯,Heavy的Captain等级技能是 第一个是,这说白了就是你可以带两个绳子弹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Danger Zone这个技能是 啊,这有相当于是扩大你的这个AOE赞美 包括你这个Suppression是,这是类似于这个火力压制吧 就是这个在,这个Surgeon这个等级 我之前学的这是Shutter Rocket就是类似于一个这个,就是一个AOE的一个一箱Dbuff 然后将,也是带,就一个比较,攻击的比较低的火箭吧 但是这个带一箱Dbuff 然后这个是,这是一个类似于火力压制的技能 然后,现在这个技能要学的,我们现在学这个 就是要增加你这个,这两个火箭在你这个影响范围 这个学乱以后基本上是,就是真正一场大规模杀伤性的 这个经常在游戏后期,假如敌人扎堆的话 就是可以用一个这个火箭是,就是达到好多点 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还是,比这个带两个手榴弹要关系 因为手榴弹,它毕竟这个攻击力有限,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这个火箭火箭层,这个攻击要强吧 然后我们的support是终于是升到了这个,可以,这个相当于是这个Fatmatic,相当于是,就是这个医生吧 这个它是,你可以是带,就是说你的这个医疗包是可以一场战斗中用三次 所以我们直接是,就是这个技能,然后第二个技能其实也很很有用 这个,它是多一个这个烟雾手榴的这个使用次数 然后这两个嘛,我现在虽然这个,就是还是,就是我怕我的部队死嘛 然后,所以还是就是,去做这个加血的,而不是这个这个烟雾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新兵,然后它是直接是又是nust off 我们这样子的话,嗯,然后我们刚才是获得这个UFO的这个能量,能量,甚至是它的发动发电机吧 嗯,看一下我们这个冰营,冰营这个,就感觉我之前一直想要狙击手 但是现在是有了这么多的这个,就是,好像是除了狙击手 我们是其他职业都是获得了至少两个吧,然后像so的应该是应三个了,对 嗯,看那个情绪也不太,虽然大家都是获得了升级,但是还是没有狙击手 所以我是不太,有一点有点担心啊,因为这个,就是到了后期的我还是,就是比较依赖狙击手 所以这个,它的高,高攻击力 嗯,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还要记得是,之前是进行过一次的过多时间 这样,我们再故意10个前,看看还有一天,对,我们新年准备到达 这样,我们看一下我们的event,应该是找一个这个Seggitory的这个审讯,应该是 然后其他的事也是没有什么其他事可以干 这样我们直接还是回到这个明星场硕进行扫描 然后我们的这个 可能我们新的队的卫星制造好了 卫星造好了以后 这件事暂时是没有什么可以干的 卫星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全球形势虽然是比较恐慌比较高 但是我们准备是在月底 就在这个十一天之前是把卫星发射上去 这样是可以就是可以来缓点一下全球的恐慌局势吧 然后重新的这个 先我们接手 这是一个新的队性造好 这应该是我们那个Sector的这个推广性是要完成了 这些东西是有关系的 你说这东西说了你吗 那是这一件事 当我们把第一个UFO撞下了一件事 让我猜猜 你也想拖在它头上 这是这次的图片 而这次 反正在撞上它 我建议我们去复杂它 刚才那个动画 基本上是 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是在这个Sector是进行一个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完成以后得出这个结果就是他这个就是从脑部啊 就是获得了一些这个图片 其中一个图片是我们之前去抓到了这个Outsider的一个图片 所以这个这个Doctor他应该是我忘了他叫什么 然后就是他是就是建议我们去再捕获一个这个Outsider这个活捉他 但是这个幸运是我们刚才已经是等于是已经成功了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 这是就说就是准备去捕捉一个这个Outsider这个Alien 嗯然后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Credit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奖励吧 就是以后我们干做一些什么事 是有这个奖励啊 不是这无所谓 现在是我们可以选择是研究这个Outsider的这个东西 或者是其他的看一下 嗯 我这个这个要这么久 嗯其实我是想在做这个Outsider之前 先做一下这个Thinman的这个这个这个审问 这个14天比较快 嗯就是一般这个审问是就是要优先做的 因为这个就是可以解锁各种问题的这个奖励 嗯然后这也是这个这个这个审问这个动画基本上感觉就是每个外星人都一样 就是这两边伸出两边就是不明的那个触手来 然后然后就完了 嗯也这样吧 这一个是让它审问的 然后 嗯 然后应该是感觉是没有什么呢 看一下这个这边这个先去的一个市场 回Market去看之前我们这次战斗中是有一个换的这个飞机链 然后我们把它卖掉 然后应该是没有其他顿可以卖的 Sexport这个它的势力居然有20多具 这个随便卖点吧 卖到17里这个无所谓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接着扫描吧 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诶 这个看来是出现了这个应该是这个 那我们先看完了再说 似乎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战略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个 是一个词 到全世界的 那无法抵达他们 一些你们可能会看到这个映像 惊弱 我们将继续更新的新闻 当这个故事发展 好 好的那这样这个看来这是相当于是 这应该是在日本是直接这个 就是出现了一次这个外星的这么一个恐怖恐怖袭击事件 然后这显示这个任务难度是非常的难 呃这个呢呃这怎么说呢 这应该刚才这个过场动画相当于是一个 其实很重要一个过场动画这个在这个任务中呢 我们将会是遇到一个新的这个新的种类的外星人 而刚才其实在这过场动画中也是就是有他的这个身影嘛 虽然是就是基本上都是影子 呃这个不管怎么说 这个我相信这个任务应该是一个还是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吧 然后我们这个不过好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士兵主力士兵 像这个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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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我有个感觉就是它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然后真的呀 也是先谢谢大家观看这期的节目 先让大家喜欢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